飞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飞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2月19天 今天是礼拜二 今天听说是元宵节 不过我们节目 照常的live 而且我们待会7点 在YouTube 还有 辉文看社会 即便今天是元宵节 来跟大家报告 今天节目安排的内容 我们之前曾经连续 谈了一年多的年金改革 昨天跟今天 忽然有两位政治人物在谈 一个是桃园市长郑文燦 一个是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一篮一律 都在谈年改 非常好 其实应该回归到问题的基本面 委在的讲 回归问题的基本面 今天狗费火车谈一下 每日一句 选的是新任的海巡署的书长 陈国恩 立马去开这个 CGA署长式的粉专 那 我在汇文看社会 跟大家提过这个 这一号人物 我实在不晓得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开 你上任署长的第一天 就去开粉丝专业 你到底在干嘛 因为 听到没有 我跟陈国恩是没有任何的恩怨跟瓜葛 真的没有 我不太懂说 为什么我们 我们今天的官场 这个文官体系也好 这个整个 这个行政院 各部会 怎么会这种人在当道呢 我真的不懂 做公关 做关系 大家这样子 这样 我真的很不喜欢 但是 这是没有办法 我讲再多 他也是海巡署的书长 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好 你们用这种人 我真的是点点点 好 第二段我们来看这个统独的问题 因为这个两岸和平协议 先秀一下 我现在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 在调这个镜头 因为这个镜头 我自己回去看都不是 不是很满意 有时候太高 有时候太低 这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 那民进党啊 这个鸡肺狗跳 临时决定啊 要把这个两和平协议 如果你们要签的话 必须经过公投 两岸和平协议 必须公投 行政院把它列为最优先法案 这个是我们国家 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吗 很明显不是吗 这个事情怎么会最迫切 那为什么民进党要下的钥匙 把这个东西列为最优先法案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民进党啊 目前在立法院是 这个过半 他掌控了112的69 到这么多席的立委 这种这种办 这只要二分之一就通过 所以他一定会通过 如果他去改这个 相关的法案的话 两和平协议 以后就必须公投 那真的是公投的问题吗 我不这么觉得呢 我不这么觉得 可是从这边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我们是非常的脆弱 包括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啊 今天在立法院不知道是 吃做什么药 我觉得 不够稳重了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主委 你以前是台大的这个教授 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应该更 更从容一点才对 讲的气急败坏的 很像 很像吴敦义啊 国民党 很像就签了什么协议 就把台湾给卖了 没有那么好卖啦 没有那么简单 不用那么担心啦 好 那我们第一段 要从这个 待会会提到 蔡总统啊 他在昨天CNN的专访 这个就标准的出口转内销啊 故意透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 宣布到参选 2020的这个连任 其实蔡总统 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啊 我们不是美国的赴水组织啊 你应该是在回廊谈话 或者这个总统府的记者会 正式的宣布啊 不必去抱美国人大腿啦 美国是非常不可靠 你看美国总统川普 最近在跟国会搞什么 就这么简单啦 好 更不要讲川普不要脸 想要去拿那个什么 诺贝尔和平奖 在川普主政的美国 去抱美国大腿 很好笑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 共和党的参议员 希望邀请蔡总统到国会山庄演讲 可是民主党的众议员 他们是反对的 你找蔡总统来干嘛 美国的学者 AIT的前后任官员 独立公投也好 邀请蔡总统去国会山庄演讲 很多人都反对了 这我们稍微会谈 我们现在从这个 韩国瑜开始谈起 我们第一段 这个是总统府发言人林贺民 他说酒后直播一定不是好点子 贺民兄他相对比较年轻 总统府的发言人 讲话代表总统 然后去直接讲这个酒后直播 一定不是好点子 贺民兄你是失言了 这个话你不能讲 总统府发言人是代表 总统跟总统府 总统跟总统府 高雄市长到这个酒吧 喝了几杯调酒 我看他也是浅尝而已吧 他有干杯吗 因为调酒有时候 那个后劲也很强 听到没有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大家千万不要酒驾 那韩国瑜市长 在这个推销高雄的 这个霸 那浅酌这个几杯 因为他调不从的 那个酒给他试喝 这个跟酒后直播 应该有一段的这个差距 那我觉得林贺民 应该再想一下 贺民兄也很辛苦 你应该再想 我用总统府发言人的身份 我去评论 去谈高雄市长 在酒后开直播 这个事情对不对 这一定是不对的 这个跟蓝绿无关 这个跟意识形态无关 总统府发言人是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不应该讲这个话的 好我们看第二个 总统府发言黄崇燕 他在他的脸书写 土包子喝醉 会变成喝醉的土包子 那这个 还明显就是在影射韩国瑜 这个也非常不应该 我觉得黄崇燕 当然是想要帮蔡总统 然后也对国民党的 韩国瑜市长有意见 这个土包子喝醉 就变成喝醉土包子 不能讲这个话 黄崇燕会觉得很闷的地方 说你今天是总统府发言人 你的脸书就没有私人空间 就这么简单 那我的脸书啊 我怎样 他之前用脸书骂媒体啊 那都不对 只要你当一天的总统府发言人 你讲的话 你的脸书 那就是代表总统跟总统府 这个基本的逻辑要有 那黄崇燕跟这个林赫敏啊 他们比较吃亏的地方 现在先加一个叫张敦涵啊 他们三个发言人的这个 共同的缺点就是说他们对媒体不熟 对媒体不熟 没有带过媒体啊 他们就哎呦 这总统的幕僚 总统的这个发言人 然后我觉得 你就是因为你讲的东西 是代表总统跟总统府 所以必须特别的谨慎 在这件事情上面 林赫敏跟黄崇燕做的都不对 做的都不对 我们看行政长苏贞昌 今天在去立法院被寻 他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韩国瑜是半夜酒馆开直播 满嘴胡说 我必须讲说 某个程度的言人 苏贞昌讲的是对的 所以韩国瑜讲说 这个什么前瞻建设 全部要重写 这个讲的是太快 讲太快 那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韩国瑜他是人 他不是神 他一定会讲 人有失守 马有乱题啊 对不对 吃芝麻 那不掉烧饼的呢 所以他讲错话很正常 他又不是什么完美的什么 他又不是机器人 机器人都会吐嘴 何况是人 所以韩国瑜讲太快 讲得不完整 那被苏贞昌逮到说 你如果这样子 我道歉 我觉得苏贞昌的处理 不够好 真的不够好 那苏贞昌就是因为 个性决定命运 如果今天苏贞昌展现一个行政院长 对高雄市长的包容 韩市长 你听说你感冒 你那个误会了 大家疼痛要紧 误会没关系 你骂错我行政院了 我不要你道歉 我还包容你 我还解释给你听 你要的钱预算 我马上播给你 如果苏贞昌照我讲的这样做 今天苏贞昌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不要落井下石 我不要见烈欣喜 我不要对你丢石头 为什么 我是行政院长 你是高雄市长 虽然说你现在网络声量较高 全国最高 虽然说我专计数 好余数30万 但是我现在是行政院长 我是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院长 你是高雄市的市长 你挨我很多劫 不是挨一劫 今天韩国瑜讲错了 韩国瑜讲的不完整 老那个尾塞 老那个话评 去人带到 PTT的可以骂 绿色媒体可以笑 可以骂可以笑 修理 你苏贞昌不可以 蔡总统也不可以 今天不这个 什么英文老师出那个考卷 蔡总统风度就很好 没关系 不要介意 不要这个 蔡总统 那苏贞昌你可惜 韩国瑜你骂错我的 你以为我行政院叫你重写 其实没有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这就是我们台语叫电 发展的展 电 这个尾 台语这个尾 这个尾的发音 很漂亮 电 是我电风度的时候 结果苏贞昌的表现 就是令人失望 就是一个 一个 小酸酸的这个身份 这个怎么样啊 你如果 你如果拿出证据 我就跟你道歉啊 如果拿不断 这个跟小朋友吵架 什么不一样 就是索尽雄 每次选都落选的原因 就在这里 那观度不高 那这个 他七十几岁了 你叫他改 我看也不必了啦 今天很可惜的地方 在这里啦 高雄市新闻集团 王浅秋 他说道不道歉 有那么重要吗 王浅秋 我只能给你零分啦 虽然我们十几年 没见那边 可能二十几年 都有了 怪怪 很多年前 王浅秋 在跑新闻的时候 他可能是代班吧 还是 是代班 还是刚开始跑 他跑过一阵子的社会新闻 所以我有遇过这个 王浅秋 他那时候人家在T台 在TVBS 道不道歉 有那么重要吗 这不对 这个王局长 你要再想一想 这个高雄市政府的发言人 这个新闻局长 没什么好当 没什么好当 道不道歉 当然很重要 前几天那个馆长 那馆长不是开直播吧 高雄市政府痛骂一顿 骂人家什么插蛋吗 跟你合伴比赛 你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 馆长 很好惹 惹惹的 那馆长开骂之后 韩国瑜就带着 那个局处首长 出来开记者会 说有吗 你把我讲成这样子 那有这回事吗 结果是馆长弄错了 大家记得吗 可是至少馆长风度很好 我弄错了 给你骂不错 馆长立马就道歉了 对不对 所以听到没有 道不道歉 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在这个事情上面 韩国瑜显然是讲错了 好 那就应该道歉 我认为讲错 不要学柯文哲了 好不好 我真的是希望韩国瑜 不要学柯文哲 我们讲那个赛马 赛马这个部分 其实韩国瑜是一错再错 前香港马会的董事 是不能代表香港马会 香港马会是一个非常庞大 而且在香港非常举足轻重的组织 你以前是香港马会的董事 那是以前了 你都已经离开马会了 你讲的话 怎么能够代表香港马会呢 从选举以来 韩国瑜一再的犯这种错 就是他太忙了 太累了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很多东西 香港马会的谁谁谁 他已经离开香港马会了 光是开放赛马这件事情 就从这个个案来讲的话 韩国瑜犯错几次 他是一错再错 弄得香港马会只好发声明说 怎么高雄市政府 他只好做切割 所以我讲这例子 跟他讲说 韩国瑜是人 他不是神 那他是人 他就有可能犯错 你看 他月底要到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访问 三月要去大陆 四月要去美国 所以韩国瑜呢 他不只是市长 他不只是市长 我讲实在话 他说 这个听众朋友 不要误会 像那个 我今天去上 东森的那个直播线上 吴宇书那个节目 有位听众朋友 这个观众朋友 Coin竟然讲说 他觉得 不要去拱韩国瑜 选总统等等 那我后来有 略微的解释 我跟大家讲 比如说我们今天到 Seven 或到全家 买个饮料 站在那个冰箱前面 有什么咖啡 茶 什么水 当然也有酒精类的 喝酒不开车 如果你站在 Seven前面的冰箱 他有几十种饮料 给你选 对不对 光是什么乌龙茶 什么绿茶 有糖 无糖 什么红茶 光是茶就几十种 好不好 你有很多选择 你有很多选择 我请问听众朋友 我们选总统 有很多选择吗 有吗 你看2016 2016的总统只有三组 蔡英文 朱立伦 跟宋楚瑜 没了 没了 就 你就 选票打开 就三个 123 你要偷谁呢 那我讲这一说 不是说 我要拱韩国瑜 或说 我跟韩国瑜 有什么 什么利益 没有 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的选择很少 我们没有什么选择 国民党 民进党 柯文哲 没了 我讲完了 国民党 民进党 柯文哲 没了 其他的 我连提都不想提 为什么 因为他们当选 当选的几率相对很低 我就不提了 我讲完了 国民党 民进党 柯文哲 我讲完了 我们能够有的选择不多 那在有限的选择里面 怎么办 我们看那个蔡总统 他在昨天CNN的专访 刻意跑去行政专机 是有什么好拍的 是没有场景可以拍 就拍行政专机 那蔡总统在CNN CNN就是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 的专访里面 蔡总统他要宣布 拼这个2020的 总统的连任 其实这个没什么好意外的 但是这样的出口转内销 我觉得蔡总统是缺乏自信 要靠着美国的媒体 来宣布他要竞选 中华民国总统的连任 那因为CNN记者 我必须讲 因为毕竟是外国人 这个对我们国内政治了解 差很多 如果是我来专访蔡总统 请问蔡总统 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 台湾差别在哪里 你到底是中华民国总统 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但CNN记者他只能问一些废话 因为就是落差 所以爱那 你去专访川普 你叫我去专访川普 我也不知道问他什么 差就差在这里 那我也不去责怪CNN 因为这个就是互相利用 他故意做求给CNNN的记者 那蔡总统他有提到说 他说这两年多 他的感想就是说 他太少时间跟人民沟通 这是说谎 蔡总统讲这是说谎 蔡总统跟民进党立委 在九合一败选之后的一次便当会 就九合一败选了嘛 蔡总统跟这个民党立委吃便当 其中一个与会的民党立委他讲 他说啊 这蔡总统检讨 花太多时间在接见外宾上面 我听到这个 我真的很想吐血 因为这个东西从以前马英九 我们一路骂骂到现在 包括我批评马英九的老师孔杰荣 这个Jeremy Alex C-O-H-N 孔杰荣 你知道孔杰荣在马英九八年 来中通府几次吗 然后他去中通府几次 马英九接见他几次你知道吗 叫马英九自己出来讲 所以我批评你 你无聊嘛 你每次来都要去我们中通 你到底干嘛呢 你怎么会花很多时间 在接见那些 无谓的那些社团 什么侨领什么的 那都没重要 孔杰荣总统不是叫你们做这个 蔡总统说他检讨两年多 跟民众的沟通时间很少 你不是说你是最会沟通的政府吗 CNN的记者知道问这个吗 CNN的记者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就是人家放话专访的工具而已嘛 你没办法访问嘛 他带你去西门町吃吃喝 我也会啊 谁不会 会一位 那我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蔡总统2020连任成功 大家不要小看连任的优势 我在农历春节前就跟他讲 大把关 减 紧 调 他都压下去啊 他要拼连任 他有行政资源 蔡英文不是姚文志啊 你不要想那么简单 蔡英文可能17% 18% 你不要这样想啊 没有那么简单 我说如果蔡总统2020连任成功 如果2020 那你2018的寒流就灰飞烟灭 什么意思 你2018 你没有政党轮替啊 你只有地方包围中央 然后包围失败 就这么简单 如果他连任成功的话 你2018的寒流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 我骑装考突诗 我骑末考赢啊 那你不是说我做的不好吗 那可是老百姓有把票投给我就连任了 不是吗 你看在去年选举前 我们节目是怎么讲柯文哲八题的 柯文哲八题 我们还要再找时间出来复习吗 那你讲到最后 结果柯文哲赢3000票啊 现在网路人称柯3000啊 我就赢3000票 你怎么这样 这个就是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就这么简单啊 窃勾者诛啊 窃国者侯啊 我就赢啊 赢者通拿 你说2020如果蔡总统连任了 你2018什么 什么南军十五县市 什么卢秀燕 什么秃子 汉子什么燕子 通通不重要了 为什么 我总统连任了 我没有政党轮替啊 地方包围中央失败啊 寒流垮了 寒流毁了 寒流只能赢高雄 就赢不了我 我总统大选 我还是蔡英文连任了 你昨天柯文哲骂新潮流怎样 我新潮流还是辅佐蔡总统连任了 所以 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认为2020要让民进党下来 我没有要消灭民进党啊 我希望告诉民进党和蔡总统 你这四年做得很烂啊 请你先下来啊 我不想得你在干什么啊 站在我媒体人的立场 我认为民进党再让他做四年 那不得了啊 我不是国民党啊 我也不是什么统派独派 我也不是民进党啊 当然啊 我是无党籍的啊 你做得这么烂啊 也还有给你连任啊 你觉得蔡总统会怎么来看待说 2018Q 你站的脸头甲 站得背不起来 结果2020520啊 我要讲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7 我们去7 买饮料 那有很多种选择 咖啡啦 茶啦 矿泉水啦 什么的 听到 我们要选总统的选择不多 我个人啊 我个人认为 目前台面上最好的选择是 韩国瑜啊 韩国瑜有没有缺点 韩国瑜缺点多了 我在节目中我也不另的批评他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的马慧那个也讲错 之前小内阁也吐嘴 一开始选举的时候说什么 什么你几个工作机会我就陪你睡觉什么的 讲话讲些五四三的 韩国瑜缺点很多啊 我没有说韩国瑜 韩国瑜前瞻建设那个有没有讲错 他讲错了 怎么可能会不讲错呢 怎么可能会不吐嘴呢 他有太多的缺点 可是人你要看他的缺点要看他的优点 我认为现在台面上有可能当2020总统的人 我认为 我认为最好的是韩国瑜 比朱立伦 王金平 马英九 吴敦毅 蔡英文 赖清德 柯文哲 什么张善政啊 什么郭贝宏啊 张亚中 这些有可能选总统的人 我认为最好的是韩国瑜 就这样了 这个我也没有任何的什么理论啊 什么田野调查 什么通通没有 就我个人的看法 我不是韩粉啊 韩国瑜讲错了 他自比伟小宝我照骂 你讲你是伟小宝我不骂你 我跟你客气啊 可是当我们要决定2020的总统人选的时候 我跟大家推荐 我认为目前台面上最好的选择就是韩国瑜 你难道要柯文哲当总统吗 你难道要蔡英文当总统吗 你难道要王金平当总统吗 我不要啊 我不要 我个人我不愿意啊 听到我说的不一定是这个的 我说的你也不一定爱心啊 是不是 郭文兄我就是喜欢吴敦毅 那你投吴敦毅啊 我就是喜欢阿伯 那你投阿伯啊 不是吗 我觉得蔡总统做的不错 我要再给他四年 那你投他 我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好恶 我去push大家说 那你要跟着我一起去支持谁 不会 但是我是分析给大家听说 我们现在台面上能够可能当总统的人选里面 你综合各种的内在外在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 我认为韩国瑜是最好的 我希望韩流能够不止在高雄 而是全国各县市都有这样的feel出来 我要的是那种feel 韩国瑜有没有当总统跟我无关啊 我还是坐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节目啊 我要的是那种feel 有希望有热情的那个feel啊 我唯一担心的是韩国瑜的身体啊 你看他今天那个 昨天不是跑进去那个什么 鱼市场有没有 他今天早上那个live 那个声音都不对了 那个气色有多烂 所有有多烂就有 但是现在睡没饭嘛 没面啊 睡眠不足啦 说国瑜比较快 睡眠不足啊 那声音那个鼻音都出来了 他就今天取消公开行程 多休息 唯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 我在前面 2020蔡总统如果连任 2018的韩流就如同灰飞烟灭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听到没有 我们今天的call in 呃 待会要call in的朋友 请你把我们的既定的题目 跟答案先准备一下 我今天call in我就不讲题目了 好我们来试试看说 因为如果你是有备二来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那我 我何必再把题目念一遍呢 好 那我希望大家 打我们的call in是 已经知道我们的题目 知道我们最近在讨论什么 从2017年的11月 他现在也谈了一年多 2017的11月 他现在一年多 然后呢 这个 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除了选举那一段 短短时间之后 我们call in的题目都没有变 call in的题目都没有变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备二来 你已经知道我问的 那题目什么 我到底讲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那你分别把你的答案讲出来 好 我希望大家是有备而来 那 呃 有些听众们讲说 对call in的朋友 要更礼貌什么 这个我同意 但是呃 容我讲一句比较不得体的话 那你 你如果希望我以礼相待的话 以礼相待是我的本分 那 我希望你是有备而来 因为你 你打进来 滴滴堵堵 你不是有备而来 因为这么多人在听 又不是我们两个在讲电话而已 其他人都听得出来 这些我们抱歉 然后 呃 刚提到那个韩国瑜的部分 呃 如果 但不是讲如果 一定啊 一定有其他的听众朋友 跟我的看法不一样 好 那我非常的尊重 好 你觉得韩国瑜不是最好的 你觉得韩国瑜不应该选 韩国瑜应该留在高雄什么 我都同意 好 因为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好 那 韩国瑜他 我希望他选中选 但是 我也希望他当选 但是我会很用力的监督他 因为我的工作是评论员啊 他做的好 我一定鼓掌的 蔡总统也一样啊 2016蔡英文刚当选 那时候郑晓晴还在我们节目啊 还在我们电台啊 郑晓晴说 那个大哥有人骂你 我骂我 我刚讲什么吗 他说你帮蔡总统加油 所以app上面有人骂你 我帮蔡总统加油 你骂我 难道我要帮他烙油吗 好 一样的 好 我直接告诉你 我对各个候选的这个 这个 这个喜好 好 比如柯文哲做的好 柯文哲去批评那个什么 什么庶民经济 他们进去柯文哲 某一个部分他讲的没有错 只约 不以言举人啊 不以人废言啊 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这个东西 我要努力的做到了 好 所以可能有些东西 你不是叫做动作 你叫我批评 难道我希望他当你总统 我就 我就变韩粉吗 我不是韩粉 韩粉很多 不缺我一个 这个特别跟他报告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双城论坛 今年在上海举行 上海的简称叫户 可能很多都忘了 那开玩者会不会去登陆 会不会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来拉他的声量 不知道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说 应该紧张的是国民党 国民党是好紧张的 双城论坛是个大拜拜 去年12月在台北刚开完双城论坛 我请问你去年双城论坛谈的什么 去年12月到去现在没多久 请问他谈的什么 没有人记得 因为不重要 好 那韩国瑜在下个月要到大陆去访问 这个月底是到新马 那就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好 那今天也公布这个行程 下个月到大陆访问 那就是检验韩国瑜的时候 韩国瑜说 九二公司不能只是嘴巴滑过去 听不懂你听到这句 批评很简单 九二公司不能嘴巴滑过去 好 好 好棒棒 下个月换你去大陆 我看你怎么 你怎么实践不是只是嘴巴滑过去 好 韩国瑜批评蔡总统跟苏院长 不晓得你要把台湾带去哪里 把2300人带去哪里 这个这个话我不知道讲几遍了 可是当你自己要选总统的时候 当你要当总统的时候 那是检验就难了 对不对 你说蔡总统我不晓得 你要把2300人带去哪里 对啊 我也不知道蔡总统的干嘛 可是改天换你韩国瑜当总统说 那你要告诉我 你要把我们带去哪里 好 所以检验韩国瑜 其实很快 好 那两岸和平协议必须公投啊 行政院列最优先法案 其实 其实听不懂如果你去翻这个 立法院的所谓的行政院这些 什么所谓的最优先法案 最优先法案在那个会期呢 也不一定会通过 我再讲一遍 最优先法案在立法院那个会期 也不一定会通过 那不一定会通过你列最优先法案干嘛呢 那就是个秀 那是个秀 那我请问你 你为什么不把老保年金列为最优先法案 不敢 他并不是依照国家的需要 是依照选举的需要 在排这个最优先法案 好 那执政两年多忽然要提这个什么 两岸和平协议必须公投 我不晓得蔡总统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因为这个临时加进来 所以陆委会的政府主委才会 这类小怕点嘛 他们两个讲的不一样 临时决定要把两岸和平协议必须公投 这个事情列为最优先法案 是冲促的决定 我不晓得蔡总统跟他的执政团队 是不是乱了 是不是乱了 这个没有那么重要 我不相信吴敦义也好 我也不相信韩国瑜也好 谁敢去签两岸和平协议啊 2011年马总统要拼连任 他一讲两岸和平协议 据说了 那是另外一个资深媒体人跟我讲的 说马英九总统一抛出来掉7% 7% 你看马总统最后才赢蔡英文几% 他才赢他80万票不到7% 那是后来马英九道歉 熄火灭火啊 如果他坚持说我如果当选 我要签两岸和平 搞不好2012总统是蔡英文 我想两岸和平协议跟一国两制 在我们这么不理性 不愿意认真探讨的 这都是票房毒药 陈平通在入委会主委 他说因为吴敦义才抛出两岸和平 所以才会有这陆续 这个就是因人设施 很标准嘛 因为你吴敦义讲说 如果当选 然后国民党这样 那我现在就赶快提这个去卡你 高雄卡韩国瑜 中央卡吴敦义 这个就是 你这个可能去签什么 我跟你讲不可能 不可能 没有那么简单 听到没有 我讲一句话没数 就算你跟阿公签了两岸和平协议 一张白纸 写的密密麻麻 哎呀我们要再第一条 第二条 那这个协议是怎样 是法律吗 这个这个协议是圣旨吗 是吗 当然不是啊 他说翻脸就翻脸 翻脸跟翻书一样 你签他干嘛 有签跟没签有什么不一样 我真的不觉得 有签的必要 民进党发言说 两岸和平协议就是投降协议 那根本能签他乖乖 谁要投降啊 签的人就是投降 没有人敢签了 国民党发言说 民进党的恐共证发作 这个我同意 只要跟中国有关的 只要跟阿公有关的 就反对抗议什么的 点点点 蔡英文在2015选总统的时候 因为2016当选 2015选总的时候 蔡英文他就讲说 如果他当选的话 要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列为立法院的优先法案 他讲过很多次 2015年我们节目中 也多次的提到说 两岸和平协议要列为 最优先法 有吗 有吗 蔡总统已经当了 两年多的总统了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案子呢 案子躺在立法院 就这么简单 所以 我是希望 谁能够处理两岸问题 谁来当选 2020的总统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可能有人就说 那拼经济比较重要 他对其他的议题 我认为总统 他的主要的权责 就是领导国家 跟两岸政策 国际 外交 国防等等 应该你选一个 有办法处理两岸问题 跟制定两岸政策的 至少把它讲清楚 请问蔡总统 如果你2020当选 你是当选 中华民国总统连任 还是中华民国 台湾总统连任 难道你2020 又要跟我讲 维持现状 其实现状早就变了 2016到现在两年多 现状变得乱七八糟 来 调那边 我今天这个我比较困难 我特别跟他解说 我觉得比较困难 就是说 我们现在来开放call in 我们今天比较早一点 开放 我希望听众们 你就直接 直接告诉我们call in的 答案 我们的call in电话 是0223-639955 我相信有很多准备 充分 已经有备而来的 听众们 已经知道我们要问什么 如果你有顺利 你当然知道 我一年都没有改过call in题目 你当然知道我要谈什么 然后你既然已经有备而来 你知道我的题目 也准备好你的答案 那我就不要重复了 会很难吗 因为刚刚我们有 有网友在那个脸书讲说 call in 竟然会紧张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我 我不会咬人 也不会骂人 我性情大变 我不会咬人 也不会骂人 你不用紧张 大家都没离开 你想要说什么 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嘛 我刚刚第一段讲说 我挺韩国瑜选总统 脸书直播就有人骂我 陈卫文 你这么厉害你出来算 这种论调我看太多了 上个礼拜五 在我们节目 讲那个韩国瑜 那个韦小宝 那个在我们YouTube的 那个 那个什么 观点 观点频道 我有部分的留言 我有去回 一样被骂得很惨 我啦 但听到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我啊 每天主持备列晚餐 然后各大电视台 节目这样跑 我每天监督别人 检验别人 我也接受你的检验 我也接受你的检验 你认为我讲的不对 什么的 我接受大家批评 但是请你不要人身攻击 你的看法跟我一样 跟我不一样 也没关系 因为没有标准答案 就跟我们现在接call in一样 没有标准答案的 那个线上的 我现在call in是满的 你一定要有备而来 因为我今天不讲题目 022363995 来 北里晚餐你好 我台北陈先生 台北陈先生 我们这个是今天比较难 我知道 来 第一题来 答案是什么 同父异母的兄弟 同父异母的兄弟 来 第二题 第二个 突下去对我们不利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丧失很多竞争的机会 合作的机会 竞争的机会跟合作的机会 对 静和关系 陈先生你是有备而来 静和关系都来了 来 来第三题 第三题给蔡总统的建议是 希望他能够承认九二共识 那是第四题 你已经跳到第四题 你第四题就是承认九二共识 对不对 对对对 那第三题呢 第三题是什么去 第三题 对我们会有什么损 我们会有什么损失 代价 代价 基本上我认为 不会损失什么代价 统一没有代价 统一 统一 不管是统一还是独立 基本上 我们的损失不会太多 陈先生你说统一跟独立都没有代价 代价的话 基本上要从哪个面向看 基本上我认为是不会有 不会有太多的损失 好 ok好 陈先生谢谢 谢谢你 你果然是有备而来 那个第三题可以再加强一下 你前面那个什么 静和关系 其实这个是关键字 其实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历史 什么人文 各种什么地理位置 其实是这是一个静和关系 竞争跟合作 谢谢陈先生 我们还有两通 我承认有点难 但我 天呐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test 就是说 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早就准备好了 但是打不进来 那我再拜托大家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去年打过 那你的答案跟去年差不多的话 可不可以让别人打一下 你不是说一年卡一回 但是 如果你答案跟去年差不多 你去年已经表达 因为我们的题目没有变 其实两岸在蔡总统 这个如此的领导之下 这一年多来也没什么变 就是这样了 大家帮我帮我帮我 大家帮我拜托 我希望让多一点有备而来的朋友 你好 哈啰 你好 你好 是 大哥你好 台中我姓郭 台中国先生 今天比较有点难 还好吧 这么有把握 来 第一题来 因为常听你的节目 你捧场 感谢 因为两岸的关系 我觉得就好像是分家的兄弟 我目前看起来 那个公嬷是踩在印刀 公嬷在印刀 但是两家的小孩还要往来 所以两岸还是一家人就对了 现在还不是 分家的兄弟又不是一家人 这有点复杂 分家的怎么还是兄弟呢 但是他们 他们是很希望我们回去 那目前不是一家人 你意思是什么呢 目前底下的小孩 有一些人还不想回去 第二题来 第二题 第二题就是 我觉得拖下去的话 我们可能会 只是一些机会 因为国际的主导权 拳头还是他们比较大 国际社会 国际的现实 其实很多事情 南向为什么会 你说没有他们阻碍吗 一定有 那些人还是要看他们脸色 不然为什么我们南向走不出去 那个新南向政策 对 郭先生记得这个政策的人不多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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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郭先生来 第三题来 第三题 我觉得我们可能损失的是一个选举 统一的话 我们可能是少了一些选举的机会 选举的 独立 对啦 但是投票对我们国家来讲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又另当别论 所以你说会有代价吗 那独立呢 独立 独立可能我们会有一阵剧痛 剧痛以后会怎样就不知道了 基本上还是统下统一 第四题来 第四题 我是觉得蔡总统如果想连任的话 就像前面有一个讲说 我们还是建议他承认 九二共识 你才可以创造经济 经济的部分就对了 好 当然了 了解了解 郭先生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捧场 听门我发现有个问题 这样子下来 每天call in的第一通最难 因为第一个call in 刚刚台北陈先生他会把四题都讲完 所以后面两个就可以听到 所以如果照我们这个模式的话 每一天的第一通call in最难 我们还有一通要接 台北陈先生 台中郭先生 谢谢你们 你们都有备来 02-363-995 来 备理晚餐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你担待 哈啰 你好 回文你好 你好 我把那个免提call in要关掉 哈哈哈 老大你 不然你也会购买啊 没啦 我没购 大家没离开啦 开玩笑 辛苦啦 你担待你几岁 我新北市 我先喝喝 你现在今天比较困难喔 不会 不会喔 来来来来 这就简单了 你问太久了 来来来 我们为第一题开始来 我跟你说啊 这五百年前是一家 现在是敌人 现在是敌人就对了 好 确实是敌人 好 你看你两兵的宪法就知道了嘛 哈哈哈哈 了解 我们拥有他 他也说他拥有我们啊 是是 是 来 林燕 来第二题来 第二题你的答案是什么 第二题我跟你说啊 一定要拖啦 怎么说 因为一定要以拖待变啦 好 啊现在全世界 你明显可以看出来 我们有在困难的集团啦 是 这个是中国所谓一带一路 他在拉拢的集团啦 是是是是 啊一个是美国 在拉拢的集团啦 了解了解 好 来林燕 来第三题来 啊通印吼 是 他一开始吼 你就看香港啦 五十年外变啦 过变啦 是是是 啊什么 马 照跑 五照跳 吼 啊就贫富 先修乎 就越拉越大 了解了解了解 林燕 因为我时间关系还存在 好好好 啊 独立吼 独立 独立 团队的啦 好 那就要拖啦 拖到 谋定而后动啦 了解 啊 最后一题来 蔡英文喔 蔡英文 我跟你说啦 是热岛 那些什么 那些独立公投 不对啦 应该直接说 统一公投 啊 你说做 统一公投喔 对啊 你叫他杀公喔 我十年内 要跟大陆 开始谈 统一十成表 要不要这样子 啊 看有多少 台湾人统一了 十年啦 说比较短 因为常常在说 对不对 十年 十年嘛 好好 了解 十年谢谢 啊 黄金十年 继续送给辉文老弟 哎 哈哈 谢谢 李先生感谢你帮助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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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独立公投不能推 其实统一公投不能推 坦白讲啊 如果照公投网的规定 是这样的 我是 陈辉文 听到没有 我们刚刚的 这个扣印的模式啊 呃 请大家多多的 见谅 那没有完美 这个 呃 没有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那我 我再来试这个 呃 实际的状况来做 调整 好那明天还是一样 我们不讲题目 好 请大家直接公布答案 这样子 那呃 对于 哎 这样子 就说 呃 明天在第一段 我先把题目念一遍 明天在我们节目的第一段 我先把题目念一遍 然后我们是第二段 才切口气嘛 就很多调整的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那个黄美华说 他一个人帮我分享四次 你是切换账号 谢谢 感谢 因为你也知道 我 我 比较边缘 这个爷爷不疼 奶奶不爱 口是我们这些好朋友 大家到庭 谢谢 我们来看今天的每日一句 是海巡署署长 陈国恩新官 一上任 立马开 CGA署长室的本事专页 CGA就是海巡署的 这个 这个英文的缩写 这个以前他在那个警政署也开过 警政署叫什么 什么什么NPA 什么什么署长 他就把以前的警政署搞的事情 再把拿到海巡署 来 再做一次 我是起起以为不可 没有办法 蔡总统 马总统都喜欢用这种人 我也没办法 我们来看今天的狗费火车 郑文燦 陈国恩新官 你说年金改革 社会的沟通失败 民众被假讯息误导 这个我不能同意更多 我真的不能 我真的很郁闷 2015年 你没有听错 2015年 2015年9月3号 马英九的财政部长讲了什么 我们会谈年金 也是从2015年9月3号 你看我有病 还记得这个时间 他开始讲 有多少人被假讯息误导 是当时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部长 他乱讲话 随便乱讲 就误导了这么多人 我们看国民党当局 吴敦毅 吴敦毅说 有人建议他 如果政党转替 补发同额的消费券 促进经济的动能 当然这个 各种版本 显然这次的年金改革 是已经突出了 不管民进党 承不承认 蔡总统在CNN专访 东辰西辰 这个年金改革 其实是假的 也不枉我之前在联合报 一再的投书 这个年金改成是骗人的 他是针对性选择性 不公不义的 他就只给你改军工教 我一再跟大家说 不是军工教领太多 而是劳工领太少 请大家告诉大家 不是军工教领太多 而是劳工领太少 吴敦云说 补发同额消费券 这也是其中一招 没有哪一招是完美的 你听我的节目 你要这个概念说 主持人说 嘴上转破 你说的这个吗 我说的不一定是这个 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我说的是 提供你一个参考的角度 让你一个参考角度 我希望2020公投绑大权 年金改革 让全民一起决定 我希望是这样 所以莱西兄 那个黄耀南 他们 刘阿平他们 你们要加油 是不是说 真对这个部分 因为年金改革这样改 是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是制造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在 2020的公投绑大权的情况之下 把年金改革的真相 告诉大家 请大家去公投 然后大家一起来决定 感谢大家宣听 那我们明天见拜拜